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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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个人不会再分享 而川普恰恰就讲述了 他妻子最痛苦的地方 就是他不得不面对所有与他 跟他本跟他无关 而不得不用相关的内容 在川普的眼睛里认为那些全都是假的 完全是欺诈 是一种伤害 那他也讲说他太太并没有跟他讲 到底伤害有多深 就是他自己也很难讲 对他太太的伤害到底有多深 这个东西是不可度量的 对吧 这就像不可用科学的方式去度量你的痛苦 你的失败给你带来的伤害 你的成功给你带来的喜悦 这是很滑稽的 在大数据当中 咱也想象不出 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模拟和重复 所带来的痛苦之深 那他他可以 我相信 即使是AI XGPT的Full 他所凝聚的 也是量化的东西 而量化东西模拟出来的 所谓痛苦有多深 一定是有底的 就是不会是无限 也就是说 即使被AI产品所衍生出来的感情的东西 你可以知道 你可以把它击碎 击破 就是它有底 它无法创造无底的东西 当AI一旦创造出无底的东西的时候 人类不复存在 它一定把人毁了 因为AI跟人是对立的 人类就是它的敌人 那它就是很自然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在川普的描绘自己太太所受到伤害的时候 就明确就这么表示 谈到了他的儿子 巴龙 主要是谈到巴龙 他说巴龙呢 很优秀 受什么样的伤害呢 他不愿意说 他说也没有跟他说 也没有跟父亲说 但是呢 他已经选 他正在选大学嘛 他已经选了一些大学 那但是呢 他对于我来讲 闭口不谈 川普在讲述这段说 也蛮痛苦 他说他不想让他父亲再分担什么 再担心什么 再为他的事情如何如何 他认为巴龙就是很懂事 很成熟 那在这么一个环境中 我个人相信 想不懂事太难 但他的懂事的方式呢 就是说 他能够体系老爹 这对今天的年轻的人来讲 这是点不容易的 所以他家里什么都不缺 什么都不缺 对吧 是顶级的这种奢侈的生活 但是人的情感 人们所遭遇的这种尴尬跟无奈 是等同的 那你让我说 我就 就川普也表现出这一面 那再有川普谈到了自己的另外的孩子 因为 比较感触就是 他的小女儿 在川普庭审的时候 又到法庭去 伊万卡却没有去 伊万卡确实没有去 所以就 他的小女儿就填补了伊万卡的位置 起码对于父亲来讲 这我们讲这是 这是一个家庭的情感 所以川普讲说 对他的家庭的伤害 似乎无以弥补 他也很难去揣摩 到底伤害有多重 但是他的儿子 儿媳 那个中间两个大的儿子 儿媳 都到现场去支持他 他为他自己的小儿子 就是小川普呢 谈的比较多 因为都是成年人 那而小川普在2016年17年 通俄门事件的时候 就曾经被绑票指控过 所以他就对他 对这个小儿子就是 倍加赞赏 那这是 而这种赞赏的本身 我相信是跟 跟这个 他的作为父亲 和家庭被伤害有关 就是父亲的事情 引发了整个家族的被伤害 他所感到的 不安跟痛苦 是这个成分 这个 我以为是这个成分 那这篇内容 我们就 我们从这里就这么讲了 因为 这是用的英国的美人电讯 谈到了黑暗事例 谈到了对妻子的伤害 这是作为心理学家的 他比较的 他最困难的就是我的家人 川普明确讲 所以这也是符合了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 去作为媒体人 他最擅长的东西 所以他讲说 对我来说 对家人是极其不公的 非常 我太太非常好 但她必须去面对 这些假的垃圾的东西 我的孩子很棒 但是他们不得不 他们不得不 面对这个我的审判 那是这么回事 因为这老爹再怎么样 他也七十八了 对不对 那个对于家族家庭 而且你看到的一切 在媒体上 在社交媒体上 在这个开播电视上 你看到一切都对人身的供给 其实很多都是人身的供给 我个人也蛮困惑 在美国的政治 政治博弈当中 你看到太多都是人身供给 真的 但好像他们不是 又不把它规划为人身供给 所以给我感觉都很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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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到底这种人身供给 和不是人身供给 靠什么去划分 真的 因为你看他用词 你看他表示 你看他表达内容 然后里面提到说 包括自己的两个儿子 女儿 女婿 不叫女婿了 应该是他的 儿媳妇 劳拉 和他女儿 然后里面就谈到 他的孩子 他说对他的小 小川普 他倍加赞赏 他说那非常好的孩子 曾经就被指控过 然后他就提到 这巴伦 巴伦来讲 他非常非常难 他 他什么都不说 孩子什么都不说 他不愿意伤害我 但他有他自己的这个 有他自己的计划 有他自己的一切 大概他就 比较强烈的讲述这些东西 那很显然在谈到这部分的时候 Dr.Fair比较 用他心理学的一些内容 去帮助他 去劝阻他 他应该就是 成年人 特别是男人 他其实蛮感触的 因为他经历了他 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 就是从年龄的角度来讲 川普可能认为 现在是他最 最最撞击的时候 我觉得最撞击 因为他最撞击的原因 从外表上 可以说他是最辉煌 但是从家庭上 他就是家庭的其他人 因为他而带来的伤害 相信也是他最痛苦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 援手与资助 可以让陶哥的声音 永远伴随着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